金曲歌王林俊傑20號現時上海受邀擔任F1賽車世界錦標賽頒獎嘉賓 就在他依序為前三名車手頒獎時 解說員竟稱林俊傑是幸運觀眾 似乎不知道頒獎嘉賓就是歌手林俊傑 你知道嗎 這個頒獎儀式這個小伙子 他是從眾多車迷當中抽出來的 所以說他們是從所有的車迷朋友當中抽出了一名幸運的觀眾 成為了今天這個比賽的頒獎的嘉賓 我覺得這個比賽週末對於這名中國車迷來說 一定會記上整整一輩子 對於解說員的介紹 不少網友痛批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一點都不專業 也有不少人調侃40多歲的小夥子 我27歲別人叫叔叔 他43歲叫他小夥子 還有眼界的粉絲發現 林俊傑當天在場邊高興的跟F1賽車自拍 周傑倫老婆昏凌突然現身在他身後 要跟賽車一起合影 JJ健壯趕緊讓位 逗趣畫面曝光後讓網友直呼 老林看到嫂嫂來了 禮貌讓位 約一次 我現在在座位